在2006年,我想也要多謝大家的行政總裁 英家柏先生,他就跟我說了一句很特別的事 他說Amy,你覺得我的騎士 可否訓練成為一個世界級的運動員 我就想一想,為什麼不? 騎士也是很刻苦的運動員 所以我希望他們可以有相對的成就 所以我試一下可否可以加入他們 看看可以發揮到我自己真的很想做的事 建立騎士學校在蔡馬培訓發展委員會之下 除了訓練騎士之外,馬會很有視野 覺得員工都應該要提升他們所有的能力 所以我開始策劃了很多不同的程式 這個計劃是得到香港學術評審局認可的 這也是很適合的時機 因為香港評審局當時也加入了職業的評審 所以在時間上很適合 所以我們製造了課程,讓員工去進修 他們得到這個認可之後 其實可以去到世界各地 都可以從事在財物行業各方面發展 其實很多的年輕人 其實他們是不斷地喜歡向上 我想你看到,例如何宅堯 蔣家琪、梁家俊、蔡明小 可能開頭大家都覺得是無名小子 不過有很多的年輕人 其實他們有無窮無盡的發揮空間 只要怎樣去好好地培養他們 例如你看到何宅堯現在的成就 其實都是一步一腳印 除了建立騎士之外 其實他們可以在這個賽馬行業之中 可以發光發亮 又可以做到不同的工種 外國的廉碼師來到香港的時候 他們會發覺那些從業員很專業 整個賽馬行業來說 那真的一定要馬照跑 如果我們有一個這麼好的理想 最重要就是可以繼續 我很喜歡看到很多做運動員的年輕人 其實他們很有幹勁 我希望來香港的很多不同的年輕人 包括我們這學年 其實都是有這種質素 我們有一個好的系統 就是在這個學校裏面 他們看到他們真的有那個未來 你看到那些學生在眼神裏面 是有些發光的 那種火很令到你會覺得 你要多給他們一些什麼 然後他們又可以追求一些什麼 這方面我們會相互相成足 在這個學校裏面 他們會有一個小明星的 mamães 我們會這個社會 我們會看 感谢观看